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來了 我們又來做什麼 我們這次終於雙重要求 哎呀又怎樣 什麼又怎樣 雙重要求是怎樣 雙重要求是有很多人說 之前想我們說說說王力宏 我以為是愛情 但我們討論過之後 發現其實只是王力宏 很多人已經討論了很久 而且他經常說話 我們說不及那個進度 雷神究竟會再劈他 正所謂計劃廣播上緬化 被雷劈的王力宏 究竟什麼時候才認命呢 還有什麼可以反擊呢 大家繼續留意 這個事情就沒完沒了 到這個時刻還沒完沒了 我以為我們說的時候都亂了 錄音已經是2022年1月 本來我以為那個花生已經過期了 我們 Commun are cuz 剛巧又霸卸被雷劈 鬼魂 dar 突然間那 Truly 花生翻炒 又有啊 用來實用拋下去 真的很厲害 太樓端了 旺廢了 我截止到今天為止 他感覺還在更新 我只能說 最新是什麼 我沒ுicie下 但先說了 暫時終於是 可能他們聽了有下一個 不重要但我想知道現在最新的 現在最新的就是堵座法 現在下落的moment 我覺得最近的女神居然是 Post 買網軍證據 Post 了出來 任你們就說 這些娛樂就怎樣改變 你們是假的 昨天有進去微博 但是因為我沒有微博人家 就是八卦 上去微博看 因為有些花生在微博才會看到 花生碎也不放過 IG當然有留意 雷神一發帖我就馬上就知道 很快的 即是她的電話叮叮 雷神有新的側 我通常看到雷神的帖的時候 可能只是帖了30分鐘 或者楊已經Like了 她真的很快 話說她剛才說買網軍這件事 我就發現在微博上面 那些人的留言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在IG上面 那些人的留言就會說 加油 支持你 支持你 或者她什麼時候認錯 但不是的 在微博上面現在的風向不是這樣的 她說你不要再糾纏下去了 你就什麼什麼 你這樣才會令到這件事 你放下 對 我就覺得真的妨廢 你的意思是在微博方面的風向是反雷神 比較勸勸 不要再 是最近才是這樣的 之前不是的 之前我看的時候 她都說她打得很好 她應該活來玩給她很多錢 所以IG大概都是支持雷神 我知道可以說微博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黃麗魂科最貴 就出現了 對 那你IG也有這些 但比較少的 因為這樣翻牆 在某一個國家的人 對 大家自己衡量 但有些東西要拿就拿 對嗎 就算你潑多少的妝水 在我身上 你都不會變乾淨 對 這個是雷神的語句 你實在是很滑 不過我也很佩服雷神 她很厲害 她的文字功力 真是 果然讀過書 作文上色 因為現在變成了 你有沒有看過 很厲害 她的文字功力 令人很厲害 那我們現在就放長雙眼看 可能我們這一集出現的時候 她又被人打 她又被人打的 她又被人打的 我覺得雷神這個名字 也覺得非常好 很棒 我想問雷神是我們香港 還是台灣 也有的 台灣的 好厲害 雷神之鎚 雷神這個名字 還要說是不停被雷劈之後 還有那張照片 連出來真的非常好 對 那個頭和那一身很配合 好像一個錘子一樣 配合一個錘子 那種感覺 很棒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但我想倒一點醉 就是當時他們說結婚 她一夜就帶了她新婚的太太出來 做曲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有有 我特地回來看 當時我已經看到 我拍著她 排曲奇 那些盤拿來拿去的那些 你現在看回來 當時我覺得 這樣是假的 好像有奇葵 不能拍什麼曲奇 就是什麼曲奇 當時我的心裡想 要基佬結婚 幹什麼 幹什麼 他會立即為了撇除 和李雲迪 那單人馬上說 我跟他結婚了 我不是基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 羅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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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黃力宏 黃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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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說羅嗎 對 剛才聽到 你介乎羅力宏 羅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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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想出她的名字 她是基的 我很搞笑 本來我聽到那些學戲 有沒有搞 不是 但現在看回那些 但原來有很多人 台灣人都力證她是基的 是呀 但有很多台灣人力證她就叫雞 也是 我想她相信 可能有機會 又或者有些人分析 雷神的問題 就是她可能是 掩飾這件事 就是吃很多女兒去掩飾她 我想她也很辛苦 壓抑 精神 好像你說我這件事 我就特意反過去 給你看 我不是這樣 就要做一些事 不得而知 可能出街已經有 還有其他事 我們就決定不要只說王力宏 因為實在 都講到厭 世上渣男何其多 是太多了 歷史上渣男真的很多 歷史幾渣都有 全部的皇帝都是 要講到這樣 不用的 其實來不時 每隔幾年 就出現一宗 哇 那個傢伙 全城為之恭喜 恭喜 恭喜 不是 不是 渣全沒算渣 即是很渣 原來你以為這樣都很離譜 有一個更離譜 你有沒有發現 可能每一段時間 都會有一個代表人物 讓大家全城討論這個 那我們現在想說一下 哪些 勾氣翻打的Gag 勾氣翻打 我們想從最舊的 我們從近開始說 杜素 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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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最近的一個 你自己去看 我是不是要加一些音樂 後面 就一下 好像903那樣 第… 不知道 第十位 不是十的 不知道是不是十 最近就是王力宏 大家比較 再上一個 倒回上一個 羅氏祥 令大家 好了 小豬 我們討論 羅氏祥 會不會稱為渣男 你們 大家好 student A what do you think 我認為她很生涯 她那句 I think well a moulginian I think I think 香港人沒英文就是這樣生涯 我覺得小豬 我叫小豬 羅志祥 又名show show不林夜 哪有人叫她這裡show 為什麼她的英文名字 經常都討論 為什麼她的英文名字 為什麼她的英文名字 你想知道 你先不先 我覺得 什麼叫做show 我覺得她是渣的 你覺得是渣的 雖然她沒有結婚 她不是說結婚 她不是王力雲那一隻 但她其實是一個固定的女朋友 就是周揚青 周小姐 但從她們 她說究竟她承認 她那些是對的 她有女朋友 但同一時間 每一個地方她都約炮 也會有些女兒給她吃 然後又去搞究蝴蝶姐姐 她們是雙方自願 但她其實某程度上 她都是不負責 她給了一個希望 她有一個固定的伴侶 但她都出去 依然有很多的性伴侶 有群交 多人運動 插開一點點 那個蝴蝶姐姐這件事 就要叫大家搜尋回 這個欺來尿的片段入面 很多的 剛巧就說 你老闆 你對她拍寫真 她是不是給你負責 就是說她當時拍性感照 她是不是已經搭了課 大家可以搜尋回來 其實很多的 有了證據 蛛絲馬跡 我只可以說 我會認為羅智祥的渣的級數 跟這個王力宏 另不同款 因為我會覺得王力宏 比較差 因為她有小朋友 有老婆 然後再搞這一回事 就叫渣 而羅智祥 我只是說她沒有結婚 但她有門 她有在她女朋友固定伴侶 之後再找人感覺 那隻渣 但我有另一個點 那點就是王力宏 那個形象很好 她經常都要假裝自己是一個很好的先生 所以這個渣 你就覺得這個渣 很老公 很爸爸 但她做一些事原來是相反的 她傷害自己的太太 傷害小朋友 應該是這樣說 王力宏被她自己的表面困了 大家都以為她是好人 對 但小豬其實大家都覺得 她都是玩的 玩家裡 都會吃女兒 但沒有想過她那麼離譜 那麼嚴重 她居然有人說出來她會拍 對 但我又會覺得她那種渣 你剛才說的點 其實大家都公認她 不過沒有人想過這麼差 她居然有人說出來她會拍 你一向都覺得有點渣 所以我對她的期望已經是這樣的 因為歷來我認識的羅志祥 就是以前看台灣綜藝 她經常都不認和Makio拍拖 說了Makio幾次 她很衰格 到時候不認 當然有些人就說 她不認是免得 為何要討論別人的私人事 我們討論她唱歌跳舞就可以了 你們私人事就不要理她 真的不要說 她沒事的 但我覺得 那時候他們經常討論 他們討論的時候 都已經分手了 她說Makio也不怕討論 她也會說 Makio也不是好事 當然 但我意思是 她們又不是說 不要影響她 也不是那種類型 她自己在不知驚討什麼 而且經常都說自己很專一 對朋友很好 又說自己不讓她 要小心一點 很照顧她 又要穿多些衣服 不能暴露 但其實你另一方面就是喜歡好暴露 她喜歡過身材 還要多人運動 所以我覺得她也算是持續的 不過不是不同級數 是不同類別 不同類別的持續 可能我對於她的形象 她也不是好人 所以她告訴我 她其實不是一個好人 我就說 是理所當然 不過她做了多少事情 是 這個意思 到上一個數 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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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智安 最近 壞了的人 對 許智安談事情發生 好像還沒疫情 對 疫情救了她 對 疫情救了她 好像再之前 就是在運動和疫情中間 1919 就是救了她 因為大家的關注力 因為社會上有其他事 而分心了大家對於這件事 不停再說下去的一個 香港人就是這樣 你只要有另一件更大的事 他就不會討論前面那件事 我亦都承認這件事 是這樣的 這個生態 然後就令到這件事淡化了 縱然後期都不停有閃閃少少 走出來說回那些人物 但大家都好像不在乎了 但當時這件事也很轟動 我想問問大家 你們看那段影片的時候 當時是怎樣的 嘩 這樣吧 你先在哪裡看的 你是怎樣看的 是別人的 蘋果日報 應該是說是別人傳給她 快點看到 還是你自己按的時候 自己按的時候 網上 網上 在Facebook那些 或是蘋果那些 她說許智安 和心詠 有影片的 這樣就按進去看 那楊儀呢 我和她一起看 當時是88的 公司的電腦 不是不是 大家在各自的電話看 應該 OK 你有沒有看的 當時是這樣的 我當時的反應也很經典 因為當時我和我的同事 我們有幾個同事買飯 就在一個會議室裡吃 是下午 下午 下午 10點多 不是一早做的 我們是最早看到的 因為當時我們買了飯 就放在一個會議室裡 有些同事就不知道 去拿叉 去廁所 未齊全人坐下 我就在禮行按電話去看 另一個同事就在等其他人 一起來才認識外賣 我們當時經常看蘋果 看即時有什麼 手機 一天看微速 它是即時新聞 看IG 我一打開就已經 什麼呀 什麼許智安 黃生泳 什麼的士 什麼斜照片 什麼賣東西 快看 開來看 最棒的是 我忘記 現在那條片 不知道網上有沒有人留下 可能有 不出奇 不過有水癮 黃生泳一碰 他就跳一分 像那個Mario 那一分 摸臉 然後我就 還飆出來 他做了什麼 對 數著他 他不是抱他 還是什麼疼他 我在這裡看的時候 我和我的同事一起看 都是女同事 我們就馬上說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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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他們認識的嗎 然後我就說 糟糕了Semi 怎麼辦 Semi呢 那怎麼辦 馬明怎麼辦 當時這條片很震撼 是因為大家沒有想過 他們兩個認識 即是 首先就是兩個 他們兩個 大眾的感覺 都是黃生泳 是電視界 好智安就有很久的一個 歌聲來奔跑 就是黃生泳 經常都出現 對 可能他們兩個大纜 都射在一起 會不會在的士上搞 當然我們之後 我們站在同事 坐在同事 就開始傳網討論 很多人都散出去 有些人就說 不 他們之前在 不知什麼籌款合唱歌 就是找出來 大家就開始掛 為什麼他們會掛到 原來他們網上有些相片 看到他們已經在一起拍過 也找一些證據 是行山還是健身 還有令我傻眼貓咪 很多人都說傻眼貓咪 我覺得最傻眼貓咪的 是黃生泳跟Semi合照 在健身室 我真的覺得很恐怖 這個是綠茶中的綠茶 對不對 我覺得很恐怖 很厲害 如果這個女人是這樣做這件事 然後她跟你的老婆有交集過 那當時她在想什麼呢 你會覺得 或者覺得 哇 許智安居然這樣 是啊 但是當然事情的發展 就不跟黃力宏 或者跟羅志祥這邊 嗯 不是那些 但是我覺得 小豬和許智安 他們有一個特點 他們是有道歉 還要公開地道歉 但是黃力宏 是一個很客氣的道歉 就是不斷說我錯 就是她有點負氣 是啊 起碼許智安說了我是壞了的人 我本身對許智安這件事 我其實也不太贊成許智安 就算她自認她錯 那些事 我也覺得要走開 因為我是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自從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自從陳冠希之後 就很流行要開一個 PressCon 鞠躬 是啊 其實我會覺得 即使許智安也好 其實她不需要向我們鞠躬道歉 是 跟她老婆 她應該是向受害的人 即是 是啊 影響的 不需要向我們 那我想是她公司 都要覺得要這樣做 我覺得她現在 她立即疏狗年 這一下 是要做的 但是我現在看黃力宏這件事 我就發覺 起碼許智安 情願許智安又做 你如果做這件事 你起碼挽回一些 你自己的名聲 好一點 我覺得不是叫挽回 也不是叫挽回 起碼令人覺得你做了 好一點 你成狠一點 你承認 你做了 沒錯 但現在黃力宏她們是沒有的 沒有 她是賴皮 我覺得起碼許智安又承認 但當時我也是偏覺得 你自己已經結婚了 有苦之夫的人 其實你就不應該在公眾上司 譬如這件事 她在自己家裡 或者她在酒店裏做 我們沒有人知道 我們就覺得算了 原來她是在的士上 對嗎 是的士 但是我心 在公眾的地方 她躲起來跟她在的士做 也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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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們喝了酒 也沒有想過 但我認為 可能是那個的士司機看不過 一來 這件事很有趣的 你記不記得 一開始大家會在他們身上 當然會在他們身上 說他們 但後來我記得 轉了一封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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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所以很快就被淹滅了 當然這個 有少數人這樣說 有些人就說 如果她不馬上出來道歉 會放更多的影片 對 即是會企圖 下車之後 那黨員又不料了之 可能不知道 可能她給錢買回來 還是不知道 你記不記得她的事情 是否有人特意放出來 不知道 已經沒有人說了 因為可能之後 因為你不知道 究竟是那個的士司機 將影片賣給蘋果 還是有人抽了 還是蘋果去找到 然後叫她給我 還是有人拿來特意借 現在都不會有人知道 不會知道 還是有人借蘋果來發放 之後要脅她 要脅她給錢 還是什麼 我聽過有人說要脅 所以有她說 你放啊你放啊 即是她特日不讓她要脅 很多版本 但我覺得 當時我也很讚驚 還有我覺得 究竟Sammy會怎樣呢 當時身為一個Sammy的粉絲 當時我是Sammy的粉絲 當時我已經買了她 我買了演唱會的票 好像已經買了 那件事還要在演唱會前的多久 記得嗎 幾個月了 當時Sammy是不停練習 我記得那件事好像三四月 還是什麼 然後Sammy演唱會 是八月還是九月 大概 因為Sammy當時很不停的新聞 都是她在操練 好像是七月尾 或是在泡沫 那些 當時我還問 嘩 怎麼搞啊 哇 Sammy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我也覺得是 很佩服她的演唱會 對 她很佩服她的演唱會 很厲害 她沒有影響到她的演唱會 我也是覺得很佩服她 Oh my God 她以前跳舞 沒有那麼盡力 但她那次有一支舞 是很厲害的 她還特地找一個舞蹈 有最基本的東西 再一次由頭練起 我看到她 那一個也是唯一一次在紅館 看到哭的演唱會 因為Sammy一出來 全場就說 Sammy 好像大家終於穿過鞋 你支持著 因為你看到她 真的叫出來 她就會聽到 發生這件事 她出來 雖然隔了一段時間 那時候 但大家都會專注 她不知道怎樣 因為很擔心 當然 我覺得佩服她 她做到我一輩子做不到的事情 是的 當然 當然有些人都會說她這樣就算了 這一款 又不是小豬的款式 是的 又不是那一款 也不是黃這款 又是另一款 是 當時我只是覺得 我也希望 Sammy 她選擇 這個是她的分音 如果她選擇 她要原諒這個人 那就由她 大家又不需要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 沒有 我們依然都是支持Sammy 對 我也很支持她 好 現在報一報天氣 現在的現時氣溫是 攝氏22度 濕度是30% 提提你 這個只是現在的天氣 不是你聽那天的天氣 來的 講得招職 聽得舒適 錄得出色 笑得我仆直 無聊聽我們 招職舒適 出色超級超值 無聊的關鍵 關鍵是無聊 我是阿牛 你不是 我講你 聽 去完廁所 記得洗手 骯髒 是阿牛 剛剛就說 數幾個 就是Sammy和許智安 這件事都是近年 然後再推上一層 近年的 也算是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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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渣男 我都想起那個 那個 痕 周身痕那個 兩個痕 有兩個痕 我發現 有兩個痕 一個是周痕 另一個是周痕 另一個是周痕 一個是張痕 但那個張痕的周也很痕 對 都是狗痕 對 兩個都是 不過我覺得周痕是嚴重 是張痕 我也覺得是 因為周痕是結婚的 是有小朋友 因為周痕那個行為之後是很難 張痕暫時截止到現在為止 還是養老婆養兒女 不過她不還錢 應該說她在道德層面上 她有承擔她繼續責任 而那個周痕是沒有的 大家都知道 張痕本身聲稱她應該在拍拖 但又是突然間跟另一個人結婚 這樣才奇怪 當然我們只是用我們接觸到的新聞角度 知道的事 當然她真實的內情我們不知道 聲稱有人說她跟她拍拖 有一個女人 不知道是否屬於明星 不知道 總之是圈內 總之是女子 就說跟她一起拍拖 但誰知道突然間發現她就跟另一個人結婚 而那個人就 原來是有了 就是那個人 然後很闖綴結婚 令到她本身跟Kenny的演唱會 本身是兩個人的男生演唱會 變成Kenny一個人的演唱會 因為這件事 原來這件事就令到她 幸好她還沒有腰斬 不過Kenny就要獨力承擔一個演唱會 那其他人又出來一堆幫她 當然那些人就來幫忙 大家就在矛頭 就不斷恭喜 就說她連累兄弟 你真是這樣的搞什麼 突然間又搞大了一個人的肚子 然後又衍生了 然後說她又欠人錢 其實都有牽涉的 其實又是類似她吃旅 好像不太負責任 現在因為有了小朋友 就結婚 那些人 就是自己的感情生活 但我看見她更久 更久都主要是說她財政的問題 比較上 她就沒有說感情的 暫時 暫時 我都不敢說 當我出門的時候 她又不知道有什麼 因為據問她 後來生了兩個孩子 之後再生了一個孩子 她有兩個孩子 然後繼續養家 說她 看看 想到還沒分 還沒分 之前還從大J打擂台 對 後來是誰贏的 大J OK 那不知道 這些都是為 大J去一般 我覺得都是有些收入的 她有的 她不是真的打的 說真的 你問我她比周恆好 是 某程度上 因為周恆牽涉一點 我猜她精神方面 我也覺得是 還有她是有 情緒 她之前有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好像是 各樣 周恆真的很差 她跟趙仲儀結婚 生了兩個小朋友 兩個 對 據問她有打老婆 趙仲儀 沒有證據 加暴 她也是吃女兒無數 好像是否有一個經理人 還是什麼 融入家中 但其實跟她有事 就是得性 融入家中 之後就提醒她們有怒 後來揭發 牽涉之後又要離婚 又說要爭取養權 又說這又說怒 周恆的精神好像有點問題 她的精神狀態不太好 有時候會暴躁 有時候好像正正經經的答你問題 我記得之後有見過的新聞 就說她又跟另一個人結婚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很細緻 不敢說是否結婚 我有一個想法 為何她們還是有女兒 很奇怪 聽說是因為她們這種渣男 嘴巴很會哄別人 可能你這樣說 譬如趙仲儀 或者張衡以前的女兒 她經常都會 周恆仲儀 扯著一個和一個拍拖 但有其他人 然後你會問 為何這些人 會繼續還有其他人 喜歡她 但我聽聞 其實有某部份的女人 會不自覺喜歡這一情 如果她帶有這種男性 叫做什麼男性 就是有一種吸引力 你覺得她越差 很多女兒 即是你要改變她 對 有些人就很容易吸引到她 最重要的是 有些監犯都結婚 對 對 她擺明是監犯 她為何會跟她結婚 對 有一種人自然會吸引我 對 對 然後那些人就說 你不明白了 真的愛她 對 可能真的愛你 對 剛剛真的不知道 她繼續有人在一起 很奇怪 她不是孤獨 對 對 但我不敢說她 她還未再結婚 她就忘記了 她有個女兒 還有乖 還有人跟她喜歡 總之有人繼續跟她在一起 就不是單身一個人 然後我們再向上推 向上推 向上推 剛才YY有我們 我們在群組裡才說 其實那個是彭化還是彭順 我相信 我忘記了 彭順好像是 我忘記了 又要HITV搜尋 因為兩個樣樣樣 頂 總之跟李心潔結婚那個 那就是拍鬼片那個 兩個都有拍的 不是兩個都拍的 那很糟糕 因為剛才說起 許智安那件事 Sami會原諒她 繼續一起 不是導致離婚 而另外想起 另一個也是原諒她 最後繼續一起的 就是李心潔 跟她老公 她老公是彭順 是順的 是順的 而當時彭順這件事 也是被人拍出來 看到照片 後來牽涉到A1 因為那個女生 另一邊又有新聞的事 她的家裡有些事 這件事就搞到 當時大家 這樣也原諒她 因為李心潔是選擇原諒她 我先說回是什麼事 因為她老公 被人偷拍到 同一個香港的模特兒 當時叫做Lamo Lamo 在元方 沒錯 在元方看電影 拍到親熱 拍到親熱 全部拍出來 對 但眾所勾知 她跟李心潔結婚 李心潔是負責幫她照顧她前妻的女兒 當時她這樣 還是stead mother 因為她那種被人揭發 是很清晰的 沒有你爭論的 你可能剛才說張恆和周恆 大家報道她是這樣的 就不是拍到她 不是拍到她打她 或是拍到她飛她 但這個 你以為這個景點 許智翁更厲害 一直打破我們的想像 科技的進步 你只可以說科技的進步 已經有影像 之前還是照片 不是錄像 之前也有片 當時也很流行 但當時我記得那個是連環圖 在那個封面上 她是 她看見她吃東西 還是很親熱 總之繞著她的嘴巴等一場 而她是一個有負之夫 大家都知道她看看李心潔 當時我就覺得她應該離婚了 嘩 搞得這樣 誰知道後期她老婆 類似出來支持 原諒了她 後來李心潔很低調 這件事之後也是 而且她知道她還生了兒子 好像是一對媽媽 好像是 真的有錯 直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事情發生 你講完李心潔 我又想起另一個人 隨便是你 就是周慧文 是呀 再久一點 我們先不要去這麼久 我想再說一下李心潔 那一刻 Sami是之後 之前李心潔的時候 我都覺得大愛 Oh my God 還想練 但是Sami那個更大愛 看完片段 你還原諒她 那時候 Sami是因為接觸了之前的大愛 我們現在不停被這些 突破我們的想像 為什麼她可以拍照 如果我老公是這樣的 當時我覺得李心潔 因為大家偏向 通常這樣的時候 都是幫女性 所以覺得 為什麼你這樣對這個老婆 她又不是炒 又不是 她還幫你照顧 我覺得她很大愛 當然之後 其實我也會覺得 如果是我 即是要頒個愛心獎給她 可能我們女性 大部分都會代入自己 當然會 你會不會原諒這個老公 吃糟糕 嚇死了 對 大部分女性都會覺得 我真的接受不到離婚 是不是 但是她竟然接受到 當然那時候就會覺得 唉 真是大愛 但我隨著年齡的爭取 我明白為什麼有些人會接受 但是我又有另一個角度 即是我覺得 因為我要結婚的女性 可能會更加有不同的選擇 即是她明白她們現在 為什麼會選擇 是的 即可能當時 即現在暫時可能覺得 我會說 啊 離婚 我想這些就是好看 究竟當下你 首先你本人的性格是怎樣 還有你跟她的相處 經歷過的事情 你們的故事 在你們的世界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那時候覺得 哇 好佩服 剛才楊兒的危陣 我真的忘記了 你怎麼說是 因為那個也是令人刮目的 你怎麼搞的 就是你也是覺得 喂 跟她分手 你是不是跟她結婚了 誰知道她不是 她的高潮是她們結婚 厲害 到時候也是 哇 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說以前 我當然不認識危陣 我只會周圍敏 因為很老 一輩子 不是危陣 是幕後的人 我那時候有小朋友 我當然會周圍敏 怎麼會認識 我只知道她的兒子 是 什麼藝康的兒子 我看藝康 是 我也看藝康 是 我也看藝康 但不知道什麼樣子 她突然間好像在我們 我想千禧年頭 是 所以她突然間好像活躍了 做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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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開個桌球 沙 又跟古具機很男朋友 是 因為當時古具機 他們幾個都很熟 幕前會看到她們有些合作 可能會去電台 或出來支持 是 加上 可能他們好像 因為當時 我最記得是 因為他們搞了一間桌球會 可能會拍出來 他們有這間投資 很漂亮的桌球 他們會喜歡打桌球 撿了什麼 可能撿了 不知道 因為他們經常因為這樣 而出現在新聞裡 你認識她 我才知道 原來藝康是這個樣子 原來是她 原來是她 是朋友 知道 之後 周圍敏 我最記得 他開了幾場演唱會 她在藝康前想去 扮貓 是 她有一張照片很出名 周圍跑運貓 遮條椎 是 令到大家覺得 他們是很久的一段關係 但還沒結婚 但我記得當時 由於藝康比較高調 比以前高調 我記得有看過 周圍敏演唱會 訪問 宣傳的時候 有說過 其實你們還不結婚 因為他們已經很多年了 說他們十年起跳 已經是十年起跳 等於結婚 所以周圍敏就是 我們現在跟結婚都沒有分別 不需要什麼 不需要分別 證明我們的關係 不需要那張紙 我們已經知道了 大部分人會覺得 他們很久了 你叫什麼名字 張茅 是不是張茅 你們當時有沒有聽過 《絕情谷》這個節目 我有聽 我很記得有一集節目裡 藝鎮和谷祖林 是嗎 對 他們好像有一條問題 類似說 如果你被人捉 你會怎樣 你會怎樣 他怎樣 他的答案是 不是捉正 不是打開門 他也不會承認 他也不會承認 而且我想說 這件事 我想提起一點 因為當時藝鎮 自稱是一個才子 藝鎮的兒子 他是財子 他是財子 他是寫東西 還有他大部分 好像剛才你說 有些才華 他有做一個節目叫《絕情谷》 是說一些男女關係 兩性關係 他好像這方面很有心得 或者很多這方面的事情 所以大家會覺得他愛情方面很扭手 都是玩玩一下 不是玩玩 他很了解兩性關係 不是去玩玩一下 不是 因為他有一個固定伴侶 叫周慧文 對 周慧文 他還想勾資 周慧文 大家會覺得他很懂得處理這些關係 而他就被人 那張相片很經典 我記得 女兒坐在前面 他就在後面靠著那個酒吧桌 總之去一間酒吧 我記得是一間酒吧 讓大家都去回酒吧 最正是他從此令我知道 原來他們這些中佬 突然間屁股人想要求女兒 是孔雀開屏 沒錯 為什麼會說這句話 我都不要記住 我記得這個字 就是他要證明自己 還有吸引異性的能力 可能有一支像中年危機 所以我是不是老呢 原來她很吸引 因為我記得那女兒是大學生 很年輕的 不知道是成大還是廣大 她在學校被人不斷罵 是不斷罵 那人心裡也很慘 打到她的媒體 還有追蹤 是跟鬼佬結婚 還有兒子 還生了小孩 其實她不是娛樂圈人 但大家繼續追蹤她 但因為這件事 我想她也挺慘 可能她未必知道 藝晟是這麼出名 沒想過 其實藝晟不出名 是她的女兒出名 然後可能就是這樣 而大家就會用孔雀開屏這個字 去形容那些 即是自己屁股痕 即是從事多了一個定義 因為是狗痕 因為那些中老 又未到臨老入花蟲 未去到那隻阿伯 她這種是未到老 因為之前只是說中年危機 以前可能會叫臨老入花蟲 但她又未去到那種 未去到那麼老 所以突然她幫女關的定義 她又不是去花蟲 她孔雀開屏 很厲害 不愧蔡子 搞到大家就會用 她現在這樣說 而且對於熟讀金種的人 她真的絕情谷谷主 但最令這件事是360度 當時我會覺得 你現在搞到滿城風雨 當然是分散 周惠敏 顏面何全 一代玉女掌門人 很舊 她的香草很舊 車屬梅 回到那個年代 我們可以說 是傻眼貓咪 周惠敏是一代玉女掌門人 一代 一代 我會覺得她應該跟她分手 誰知道 她本身是說分手 好像是的 是本身是說分手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搞到這樣應該很難收貨 然後過了幾天 她在家裡註冊 她不懂夜一天 是很短的 然後鋪了照片 說到夜有經典 她又穿了一個白色晚裝 然後頭夾了一個 閃閃亮的 都是維持長髮 她又穿了西裝 簽紙 然後看了鏡頭笑 因為當時還沒有流行 叫律師去古怪的地方 現在很流行 我突然想簽紙也可以 你隨便去哪裡 她突然讓我們走前 因為很多年 她沒有疫情都這樣註冊 她竟然說 她們在家裡已經簽了紙 註冊 然後大家說 傻眼貓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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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眼貓咪就是力量 但是說完一陣 你有沒有發現 她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無論是甚麼痕甚麼痕 男一孩 她們都信教 就洗底 正所謂大愛就是力量 無論是否信教 對 好像都是紀錄界 好像跟Sammy 因為小豬沒有 張行也是 張行也是 很虔誠那一隻 然後之後 魏珍是不是 魏珍 我知道周慧敏是 這樣也可能是 對 來到我就覺得 為何會這樣 全球壞人的愛心獎 跟這個星雲發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愛心獎 不知道有沒有看電視 不知道有個人 知道嗎 加油 大家自己搜尋大愛獎 這個之後 這個再推前 現在很古老 梁榮忠那些算不算 他車陣 梁榮忠當年也是很火爆 但其實 我覺得他又不是這隻駕 未算到這種駕 他只是出軌 眾所勾之還是出軌 出軌 並不是駕 並不是駕 他騙很多女兒 他拿的點就是 出軌 出軌 只是出軌 然後被人拍到 我覺得他拿的點是 他其實有一個很要好的女朋友 或者很久的 一段眾所勾之的關係 然後出軌 然後帶給別人發現 他和你一個人在一起 對 對 我們一想起其實是陶大宇 也很出軌 對 倒轉地球 然後他也來一分 對 郭仙尼 郭仙尼叫狐狸 他也很可憐 看他被人叫很久 也是狐狸 郭仙尼很漂亮 就是狐狸 對 這個名字真的很可憐 狐狸很棒 我有時候佩服傳媒的名字 真的很棒 很棒 當時他量度這個名字 是怎樣量度 很棒 是不是有幾個名字 然後抽他來 對 那個是不同 但那個好像 你有沒有覺得 你現在想回 相比起簡直是小風暴 對 很小事 梁忠心知出光時給錢 去開房 那時候狗仔隊勝行 他竟然在車上搞什麼 當時也被人用這個名字說了很久 他後來都沉了一段時間 一決不振 因為當時車鎮 即是說他在車上進行一些事 車鎮的橋橋 表表姐的車鎮 被人說了很久 香港車鎮界的一絕 背著這個名字很久 然後再向上 已經是我們自小就知道的 橙龍鞠躯 橙龍鞠躯 橙龍鞠躯是 蛤 我想我們普遍大眾認為 知道他渣男的時候 一定是小龍女 不以來 即是他搞大了不以來的肚子 當然除了我們年紀一月大 原來他有更多 原來他一向都吃的 對 我想圈內人都知道 香港人是比較清楚的 日本人 東南亞 美國 香港人都不知道 他們還很崇拜他 Jacky Chan 韓國人都覺得 嘩 日本人很喜歡乘龍 韓國也好 我們大家大部分 原來他這樣 因為我剛才這樣說 我小時候就覺得 成龍就是跳來跳去的 我連他結婚也不知道 對 我連有林鳳嬌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的人 就不說他自己有沒有結婚 對 完全不知道他有結婚 對 他就是打來打去 他就是不承認的 那時有成追味 好像有的 有的了 他突然就像長髮一樣 長亂髮一樣 在拍美國的電影 然後就說 屬金之王還是什麼 然後就說 承認什麼 他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 他又是出來開了記者會 那他才是喬楚 開 Press Con 原來不是陳冠希 但是他承認自己做錯事 那些東西說出來 人家都會想扔雞蛋 你走出來說些細事 他不是許智朗那種愛壞的人 不是 他是 他只是說一些廢話 他只是說一些廢話 沒有認錯 他的駕駛在另一邊 就是他從來都不公開他的太太 好像不理會 當他們不存在 他的兒子 他存在的女兒 好像沒有這件事 總之沒有任何事情 他完全扮是單身 對 很賤 我又覺得你吃了不耳利 不耳利 即是有小朋友 好 你就算不是和他結婚 你不愛他的 照顧孩子都付錢 你都付錢 他付錢就算了 總之我不管你了 就是間接影響了他 因為他的角度 這個是我後來看了很多的訪問 或者看了很多字 吃了很多花生之後 原來吃了很多花生之後才知道 他其實是覺得不耳利玩他 因為他叫他下 而他不做這件事 所以他不承擔 他覺得 我叫你了 你要留的 你自己搞定 所以這些就是拿 我真的覺得他才是最拿 你橫觀後面那堆人才 看梁明忠真的慘 我之前都是想說 直接覺得小毛 你看王力宏都結婚了 他肯認 他都會付錢 我覺得他那種渣 首先他悶 還要不養 那小孩 他搞大了個頭 又不公開說自己結婚了 話說他也公開說自己結婚了 然後他之前也不說 另一款也有來了 他就覺得 人人都覺得他沒有老婆 即是沒有結婚 那你又玩大了別人的肚 當然很多人 當時也有一堆人 就矛頭指向女人 就說他故意裝他 即是說他是不好心 別人有老婆你也去 怎麼會不知道 那你怎知道他真的不知道 就算知道也好 這件事發生了 你應該負上那個小孩的責任 你不是說我不會跟你一起 但我可以給錢養你小孩 他這麼多錢 他完全不扭認他 直至近年好像都聽到他不理他 他沒有理過他 回答不回答他 或者很多人問他 這個我覺得他真的是很渣的代表 你問那麼多人 我覺得他最便宜 不知道王力雲有沒有向他請書 他們很喜歡他 會不會請教他們怎樣處理 還有最近看 因為王力雲的事 和他各九菜 然後我說最近 因為這件事 就是把照片做 逢是成龍碰過的東西 親過的東西 拍過的照片 都是例如 因為有一個影片 是成龍抱著他親的 很多人很喜歡他 不只親了一次 很害怕 他親親了 真的 成龍 我真的覺得很便宜 然後再上推 應該是我們自小 自小已經知曉 但當時不會對他有情感 就是聽我這件事 但當時我認為是最古老的 當然老過的人 就說不是 有一個更加厲害的 是鄭少秋 因為我們的盡頭已經是成龍 我們的盡頭是鄭少秋 但當時我聽過我媽媽這樣說 鄭少秋 她真的很壞 當時我看有多壞 因為我們的鄭少秋 就是電視 少汗風雲 大時代 你知道他和肥肥結婚 但你問我離婚 我還壞 我不知道他結婚 因為對我來說是肥姐 就是肥姐 那是肥 怎會跟秋冠說 是吧 不知道肥姐這麼會吃 我又不知道是欣儀 直至有一次 我後來有一次看 我的書說我幾乎正確 掌門人 玩這個兵蚊球 就知道他們說 未開過問題 大家回答就打過球 然後曾志偉的題目 是說一個最討厭的人 不知道是一個名字 然後肥姐開過球 然後就說 關精華 打過球 打到老遠 大家笑了 關精華就是鄭少秋現任的妻子 當然再大一點 再看回原來肥姐 以前是跟秋冠一起的 還覺得她都是常常找 唯一看著她 甚至乎不做香港的事 跟她去台灣拍劇 看著她 她只是走了三天 就出事了 她當時應該認識了關精華 然後她還會哭著 她就馬上說跟她結婚 撞腰 走去生姻姨 是啊 生姻姨就發現 其實她的心已經變了 她留她也沒用了 唯有離婚 她一生了沒用就離婚了 但我覺得肥姐是很堅強 你想想想 你想想剛才那些女人 全部原諒了另一半 是啊 她不是靠那個男人 她就說 算了你心都變了 我留你也沒用 你走吧 我自己養女兒 我自己搞 她甚至 我記得 我試著看空氣內寮去訪問 當然有很多訪問 我知道 她就問 你離婚多久 她回答我 我女兒多大便離婚多久 因為她生了出來便離婚 是啊 很慘 很慘 因為通常你在生育的過程 其實是最需要老公的支持 她全程都說她很慘 一定要是生兒子 誰知是女兒 而且當時我接觸這件事 她是一個渣男 我覺得不太對 因為我小時候 你不明白那個渣的意義 我以前不明白渣的 她很壞 因為我聽過我媽媽的描述 說回一些事情 她那時候很壞 找了那個觀精華 然後我這樣 沒有特別的事 小時候對這些事情 沒有那麼深 但到現在你長大了 你是一個成人 就覺得 如果我是肥姐 她發生這種事 真的搞不定 再加上這個圈裡 你經常看到她 是啊 即是你避不開 不是說跟她分開便算 再加上你回想 鄭少秋也很沙坡 你想想肥姐背後有多少 你跟她發生這種事 你真的被人斬開九輪 她依然存在 可能是肥姐 好像有幫她說 即是不要搞她就算了 即是算了 她很大人有大人 因為肥姐背後有很多人支持她 那些人也不是一個善男順女 應該會劈開她九輪 但之後我知道欣怡也有說 其實欣怡也很跟她爸爸很接近 而且肥姐說她沒有跟欣怡說過她一句壞話 因為始終她是她爸爸 這個就是雷神的理念 即是想小朋友覺得王力宏是一個好人 因為她跟她 即是我們兩個人的事 就不同地地父女或父子 即是可能 即是大家都會覺得 嘩是你爸爸這樣 但我看到欣怡也很愛惜她 她覺得她是飽靚仔 因為如果你在外國人 那Stamp up Stamp up 即是釘是很普遍的事情 所以剛好幸好就是欣怡在加拿大生活 其實她跟她 她鬼旁有分別 她之後那些兄弟姊妹都很友善 那兩個 好像是兩位 都沒有太多介體 當然她爸爸 我覺得欣怡比較自立 沒有說是靠她爸爸 即是想怎樣都有一種遺憾 始終有一點 有的 而且因為她媽媽離開了 我想對她來說也是很慘 會有的 應該很獨立 即是自己搞定 你爸爸不會有空 但她可能 即是我覺得她會擁有一個 她未擁有這麼厲害的母愛 我會形容 但我後來有一次看過欣怡有說 其實我覺得她是很想爸爸去關注她 是 因為她有時會邀請她來 她做了些什麼 或者拿獎 即是很想 我覺得她很想 即是跟她爸爸分享 有時她爸爸未必立即 可能你知道鄭小秋 也在做其他工作 即是都是在這行 即是不是馬上就可以去找到她 我見到她有一次 即是我就感覺到她內心很想 她爸爸也來參與 我就感覺到她 但現在應該成熟了又不一樣 即是 但那就是一個不會再遮蓋的遺憾 即是 所以有時你說那些渣男 即是她影響到另一半都算 還要把下一代 即是孩子 即是孩子 再壞了也重 因為我聽說周恆那兩個女兒 又是因為見不到爸爸 但她媽媽又是要獨力 趙忠祐就要獨力 為了生活 就出去做其他工作 即是演藝工作 即是做一些普通的工作 真的要賺錢 養她那兩個女兒 是 還有據聞她有訪問 她有個女兒 好像有讀寫障礙 還是一些學習的障礙 即是她有很多心機去照顧她的女兒 所以你想想她渣男不是只影響老婆 是 連小孩都影響 我真的覺得影響小孩 有時有些不肯 即是可能發生過一些事情之後 決定繼續這個婚姻 可能就是她覺得 有什麼事她都依然要處 我可以不要緊的 但最重要的是那個小孩 起碼是小孩覺得 起碼是爸爸或媽媽 還是不想那個小孩這樣 有什麼動作她都要幫 所以那個女兒就忍了 會是有很多婚姻都是這樣 特別是我覺得亞洲這些傳統一些的社會 真的會這樣 好啦 我們今集就數一些經典渣男 即是回顧一下給大家聽 我們所知道的經典渣男 即是名人渣男 可能你會覺得這個還沒說 很混蛋 那她留言可以說 是 留言留言 我們下一集將會進入討論行為的問題 即是不再說名人了 是 下一集見 拜拜 不是 哈囉 哈囉 拜拜 Yahoo What's up?